潘金莲西门庆武松等和水浒传的人物相同吗 中国人都知道水浒传 也熟悉潘金莲西门庆和武松这几个人物 怎么两本书人物都是重名的 作者笑笑声在写作中读出心裁 截取了水浒传中武松杀扫的这个章节 金平梅前十回很多故事 与水浒传中的情节几乎雷同 说是几乎还是不完全一样 作者进行了改写 把原来水浒传里 武松回来后打官司不成 愤而杀死潘金莲王婆和西门庆的情节 进行了移花揭幕 所以人名都一样 但是内容略有不同 在金平梅中 武松生气的去找西门庆 被告知 西门庆在和李外传在大酒楼喝酒 西门庆看见武松凶巴巴的找上酒楼 就借着去厕所往后边溜 武松看见李外传 知道他是来给西门庆通风报信的 一气之下就把李外传从楼上扔大街上去了 西门庆吓得跳墙逃到隔壁邻居家 武松找不到西门庆 回到街上 给已经快摔死的李外传 补了几下 结果李外传当场是一命呜呼 武松在闹市杀人 被里长带着众人围拢抓去 送到衙门 最后被冲军 这时候潘金莲已经被西门庆娶到家中 成了西门庆的妻妾之一 西门庆的原配陈氏已死 现在正房是续贤的吴谦户的女儿吴月娘 另外有李娇儿 原来是青楼中西门庆的相好 也被娶在家中 还有一个 是陈氏陪嫁的丫头孙雪娥 也带着抓酒做了一方娘子 其就其在三房孟玉楼身上 因为西门庆娶孟玉楼 是在勾搭上潘金莲之后 西门庆偶遇潘金莲 诱惑于潘金莲的美貌 和潘的街坊王婆设计 与潘金莲是勾搭成奸 可是当时西门庆啊 并没有想娶潘金莲 只是把他当成一个相好的 后来接到武松烧回来的家书 害怕武松追究他们谋害五大郎之事 这才匆匆娶了潘金莲回家 西门庆去孟玉楼 则是金平美丽的第一场大戏 我是子飞 感谢新西兰万国旅行社的赞助 感谢您的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